官方确认赵露丝和陈哲远参加微博节,今年可能是新秀之间的比赛舞台。 随着微博之夜的迅速临近,中国活跃的娱乐圈中弥漫着一种兴奋和期待的氛围。 这一盛事,定于1月13日在北京举行,不仅仅是另一个红坛场合, 它已经转变成为国内新兴影响者和艺人的竞争舞台。 今年的微博之夜已经因其第四波嘉宾公告而引起了粉丝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像肖战和阳子这样的知名明星并未出现在官方嘉宾名单上。 这一缺席激起了人们的猜测,为活动增添了悬念元素, 为新兴人才提供了一个大放异彩的机会。 在宣布的嘉宾中,赵露丝、白露和于树心等名字脱颖而出, 吸引了各自粉丝群体的大量关注。 这些艺人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娱乐界格局的转变, 新面孔日益获得显著地位。 增添狂热的还有赵露丝和陈哲远的粉丝们。 在得知陈哲远将出席活动的消息后, 他时在第一波嘉宾邀请中就已确认的, 他们的兴奋情绪达到了新高。 这为这对受欢迎的组合设置了一个备受期待的团聚舞台, 进一步提升了活动的吸引力。 今年微博之夜的动态尤其引人入胜, 因为粉丝和行业观察者一直在积极比较这些新兴艺人的数据和成就。 在顶级男女明星缺席的情况下, 这个活动成为了这些新影响者的开放领域, 他们的表现和存在将受到密切关注和比较。 这一情况导致粉丝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喜爱的艺人获得应得的认可。 活动的结果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而它产生的热闹场面证明了中国娱乐业潮流的变化。 随着活动日的临近,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微博之夜, 这是中国娱乐界新兴人才展示自己的大好时机。